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帮你 谢谢小焦 小焦 你这饭菜是送给谁的 一个地下党 地下党 送这么好的饭菜 那个地下党是个叛徒 不进党 什么都找到 而且根据他的情报 我们一举捣毁了地下党的三个卧底 还抓住了我们地下党的惊喜 所以啊 京城小姐很开心 就送那么好的饭菜给她吃 估计过两天也该走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知不知道特工总部的间谍是谁 哦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只有京城小姐和孙先生知道 小焦 谢谢你帮我接文件 不用客气 哎 要不要我帮你送过去 不用了 马小姐在那边等我 她会帮我接过去的 对了 我待会儿要去档案室搬东西 你可不可以帮我啊 可以啊 呃 这样我先把饭菜送过去 然后去档案室找你 先谢谢你了 那我在答案室等你 好 在杨云轩这个案子上 易先生就不用费心了 我都有安排 既然京城小姐有所安排 我也就不插手了 杨云轩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 她竟然是地下党 一直都没被我发现 这件事解决之后 我希望京城小姐 能将杨云轩交给我处理 好 只要摧毁地下党的窝点 我会把杨云轩交给你的 易先生 我现在要再去审讯一下那个柳青 看能问出点什么来 一起吧 好 京城小姐 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领你们过去 还在里面吗 在 吃饭吃饭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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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睡着呢 柳先生 醒醒 醒醒啊 睡得还真香 柳先生 他是被堵死的 谁送的饭菜 我马上就去查 快把小娘给我站 是 是 我没猜错 果然还有别的地下 走 去看看什么风在干什么 英子 是 让他们看一下尸体重程度 是 老王 这杨云轩还没醒呢 要不要用冷水把他泼起吗 再给他打一阵 哎 金正小姐临走的时候疯 这个杨云轩非常的重要 要是被咱俩折腾死了 金正小姐怪的下来 咱们可是要兜脑袋的 这地下党也太穿狂了 都打了咱特务总部了 这个杨云轩平时看的挺老实啊 没想到竟然会是个地下党 走吧 咱俩先去休息 后半夜 换他们两个来看 这个小子就是这样 都锁着呢 还怕他跑到不上 走 李先生 这么看着我 不会是怀疑我吧 莫冯 你是不是记下党 我会调查清楚的 沈先生没有出去过吗 我不知道金正小姐 问的是什么时候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 我进了这房间就没出去过 我一直在跟庄大哥下棋 我可以证明 姐夫 是不是就出什么事了 刚才有个地下党 给堵死了 是你吗 现在整个总部上上下下 人心狂妄的 你说谁是地下党 谁就是 你想抓谁就抓谁 我回答事与不是还重要吗 小沈 别乱累 金正小姐 我以人格担保 沈木峰一直跟我在这儿 没有离开过这个环节 沈先生是不是对我抓杨云轩的事 有意见 对 你说杨云轩是地下党 不让我们见他 不让我们审他 也不让我们知道他关在什么地上 我很难相信是真的 我倒是怀疑 清诚小姐是不是在为 细菌研究所的时间 找一个替队羊 你的怀疑有道理 可杨云轩已经亲口向我承认 他就是地下党 所以你想不相信都不重要 整个特工总部和杨云轩走得最近的人就是你 我有理由怀疑你和他是同盟 那你抓我 我不会放过一个地下党 也不会错抓一个朋友 是朋友是敌人我自有分寸 清诚小姐你别再绕弯子了 你要看我不顺眼 现在就抓我 如果你现在不抓我 你很难再抓到我 好了好了 杨云轩的确是地下长 清诚小姐没冤枉他 你不用替他报复兵 这样吧 你们两个呆在这里 别到处乱抛 清诚小姐 我可是另有几人 还差呢 我真搞不懂 这是特工总部还是地下党总部 看来他们要不抓两个人 我们还是很难出总部这个大门 出不了大门 那我撒尿去 行吗 我撒尿去 诚先生 易先生和金中小姐都交代过了 你不能出去 老子撒尿可以吧 快开开 妈 张大哥 咱们厕所都有人跟着 还有没有点人生费用 怎么不能这样 这也太过分了 别生气别生气 先走先走 我刚才打电话让华嫂做几个好菜 咱们下了班回去好好喝一顿 吃个屁呀 你出得去吗 怎么给忘了呢 我沈慕芳 晚饭不用做了 这几天都不用做了 杨云轩是个共产党 把我们都给害了 行吧 行吧 不多说了 进来 警察小姐 出事了 我把火方石租和火腹扣起来 沈问了 偏偏那个脚架